你好 欢迎收看7月21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卢宜慧 有花东大米昌之称的花莲副理箱 因为两个多月来都没有下雨 导致目前正要插秧的二旗水稻 稻田是无水灌干 还有六十十山的金针花 也因为缺水不开花了 农民很担心如果再不下雨的话 今年损失会很惨重 望眼看过去一片绿油油 看起来壮观又美丽 不过7月中旬 原本应该是长满金针花海的六十淡山 却看不到了 只看到枯掉的叶子 以及硬邦邦的土壤 金针龙看了相当无奈 天空不下雨了 没得到 大概半个月前有下两次 大概一个多小时这样而已 不够对不对 不够 其实大概有七八甲地 因为我们有两甲地 是受政府补助放牙的 其他的部分还是没有看到 有花痕 最多也是这样 因为你有雨水 最主要是六月跟七月要有雨水的滋润 金针园区 才有办法把这个花痕抽高 才有办法就是说 金针的花期会正常 那现在的时候已经是停顿 等到你它发 发那个花痕的时期过了 还是没有雨水的话 它就是整年度都是这样子 其实对现政府也不好意思 因为是事先签约了 如果金针花没有出来的话 对观光的效益也没有这么好 专门种植有机水稻的布里乡永邦村 种田二十几年的村长也没有遇过这么久没下雨 放一旺去整片稻田全都干枯 根本没有水可以灌溉 去山上寻找水源头 也是没有水量 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根据乡公所的调查 布里乡已经两个月没有下雨 导致目前种种植的面积 三千七百公顷的水稻田 大约有两千公顷无水灌溉 此外受到影响的还有六十十山的金针花 跟去年一样也是受到梅雨的关系 导致没有开花 今年确实干燃影响到整个面积 所以说这整片一大片的到目前为止 都还没有看到有花的 所以会影响到我们八月中旬的一个金针花季 那会让山上的蒸笼的收入会影响 包括他们的这些观光的柴园 还有这些种植金针花的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希望他们蒸笼是希望说政府 看有没有用什么方法来补贴他们 那我们目前也正在跟县政府做一个联系 缺国联系等水量不足 如果老天也再不下雨 工作预估今年二期到座之首影响一万四千公顷 金针花季恐怕也会无花可看 剧主高雄雄复利商采访波动 完成了 短片